打電話嚇死我 不是不是 放心 還有一個小時 不過我先打電話和你聊兩句 因為今天的節目有點奇怪 因為今天也是兩節 因為中間有個廣告雜誌 所以我們兩節是分開的 即是先說 今天沒有20分鐘 我一會進去計算 可能先說八分鐘 然後出廣告雜誌十分鐘 回來又一次再說八分鐘 是的 即是中間隔了 但如果你剛才找不到我會怎樣 哈哈 隔不夠時間 不是 但你當我很空閒 我正在研究 不是 你工作不用回辦公室 怎樣也好些 你先等一等 好嗎 現在真的 我正在寫 195份文章 是的 是的 你上次不是說想說菇類的 我也想說 很多人吃冬菇 又吃的 但又聽到有些人說 不要啊 不要吃那麼多這些 是否不是呢 你知道我告訴你 195份文章 你知不知道 195份文章 我剛才找到 幸好我在寫這些 我做了195份文章 以前有一部分 是開別人的雪櫃 不同的女士打開雪櫃 看看究竟 給她分數 究竟有多健康和不健康 以前就經常見到這些 就見到整包菇在裡面 他說你才只有26歲 那時候真的這樣 拍照 拍照 上了雜誌 打開雪櫃 看看怎樣 我就說26歲 二十年後你會怎樣 那真的現在二十年後 二十年前寫這些 我說你不要吃這些 譬如這些汁醬那些 為什麼呢 譬如有些人很喜歡吃那些 你知道 在吃壽司的時候 不是有些綠色的 你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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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我搞 你搞成什麼東西 你知不知道那些 那些海草 綠色的 你平時吃壽司 都可以給你夾 有時候給你一點點 是的 有些人還自己去買 自己買 整個盒買回來 然後每晚整個堆 去買回來吃 你知道裡面有些什麼 裡面會令你過敏高了 然後有很多內臟的運作不好 因為它有些顏色色素 譬如FD&C Food Dye and Color 黃色五號會怎樣 有黃色五號 隨便吃下去 藍色一號又會怎樣 就是這些 我們就知道它會影響到身體的運作 所以見到這些東西都不好 就這樣吃下去 不要隨便 不要以為是沒有東西 譬如你知道那些棉花糖 平時是去遊樂場 有些藍色 有些粉紅色 當然選粉紅色 比選藍色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藍色 藍色就是吃得壞了 因為它有Blue Yut 所以就是這樣 是的 偶然就是偶然吃一次 這樣就壞了 有很多個案 就是吃了偶然的Yellow 5 那隻偶然 然後不去治好它 然後就發現 為什麼有些怪怪的 就是這樣 毛斑抹士生Can 就是Cancer 變成了紅色3 是證實了有很多問題 還有紅色40 黃色5號和黃色6號 都是很多時候 裡面有contamination 有隻叫Benzidine 還有其他會有 搞到有Cancer的東西 還有四隻 非常之敏感 譬如你高花粉症 上個星期我告訴你 高花粉症的時期 要小心什麼 小心食蜜糖 不要亂吃 另外就是這些 是的 你覺得這樣 我打開你的雪櫃 看看是怎樣 你的雪櫃是怎樣的 我們今天有兩個題目 因為是兩節的 一個題目就是菇類 冬菇那些 另外一個題目就是蜜糖 蜜糖對花粉那些 是的 不如先說蜜糖 因為現在都是花粉櫃 我不知道你們加州那邊 有沒有花粉櫃 你呢 你那邊呢 這裡簡直重要 這裡的花剛開了 就快了 整個車都黃色了 就是這樣 好像以前加州 以前你們沒有Forest Fire 不會整個周圍的 有間屋都燒到 周圍狠狠 現在有沒有 現在你覺得 沒有 今年沒有那麼緊要 等一下 現在是不是花粉櫃 現在也是 嗯 總之不是冬天 不是落雪 就是花粉櫃 你想想 花粉櫃 想著吃蜜糖 想著有些人說吃蜜糖 吃蜂蜂 吃蜂蜂 吃B pollen 想著好 不是這樣說的 是啊 嘩 如果你好地地 你去吃了 你現在好地地 沒有花粉就沒事了 但是冬天吃蜜糖 沒有東西的 但是如果你現在是 發的時候 去吃蜜糖 而蜜糖 不知道在哪裡採回來 可能你對更加多的花粉 更闊了 就是你現在敏感 本來不敏感玫瑰 現在不敏感玫瑰 或者不敏感黃色的花 現在十隻黃色的花 你都敏感的 就是這樣來的 是啊 自己搞出來的 我們先說一節這個 還有 誰有問題問你 看看答不答他 他說就是 我叫他找你 我說你不要找我 我現在不記得 還有我怎麼插口 你先問問他 那就是回到蘋果膠 有些人就是一整 很多時候就是 一整 就是想著 吃得不要浪費 現在按下去 那些蜜糖 拿進去裡面 就結不了膠了 結膠這個 這個情形 程度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還有 就是外面有些人看文章 你問他 不是啊 我叫他問你 然後我就回答我 是不是 因為我不可以 你知道多少人問我 如果 如果我都回答 我搞不定 好像你這樣 你一點 你早早整個小時 打給我 真的 你好像當我 不用做事 我先讓你做事 我快點 再打給你 說吧 我反過來問你 如果我早一個小時 打給你 你正在做事 會發生什麼事 當然不行 你正在做電台 所以我不知道你現在有空 你現在有空嗎 我現在不用on air 但也有其他事情做 是啊 是啊 現在也有很多事情做 好 我現在一個小時後再打給你 好 就是今天這兩個題目 好好好 不用 拜拜 拜拜 這樣就不要浪費了 順便現在就說這個 因為他未必會說這個紅色三 紅色三是會 cause cancer 在 animal上 然後就有很多正常的 paper 關於有其他的 dye 會搞到有癌症 三種 紅色四十 紅色五 和紅色六 都是很嚴重的 為什麼要告訴大家 就是因為 如果這些食物 你在想有沒有味精 有沒有glutin 其實如果你不留意這些顏色色素 很多時候 譬如高花粉症那時期 你都會搞到多了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 什麼叫做這樣呢 就是本來不敏感一件事 現在crossover敏感多了 那麼藍色一號 紅色四十號 黃色五號 和黃色六號 都是會 cause hypersensitivity的 小心 即是說 如果那些 我帶過大家去看過 我一會找一個video 放在Facebook上 就是如果 你看到一盒東西 就是剛才說的那些海草 例如食壽司 那些綠色的海草 如果那些海草 你要看一下它有沒有落 這隻黃色五 藍色一 那麼在其中一個牌子 我就看到給大家 就是有黃色五號 和藍色一號 兩樣一起有落 這個就是大件事 因為這樣很多時候 會影響到沒有敏感 都變成有了敏感 然後還要厲害了 還有就是citrus 就是橙類的紅色二號 和橙類的B型 那就是toxicity test 就是做過有沒有毒素 這些東西 都有這個問題 Citrus Red 2 Citrus Red 2 是用在low level 以前會放在Florida的橙 和橙B 橙B 是很多年都沒有用的了 沒有用的了 但是就會發覺在橙汁 那些東西裡面有時候會找到 所以這份東西 我就說 如果你是沒有足夠 testing 又不是很肯定 那你自己也不會有人幫你 test 你等你高峰期過敏的時期 譬如你敏感沉滿 敏感花粉 那些東西 你那段時間 要更加小心吃東西 因為你不會想有些 crossover 一些hypersensitivity 本來敏感一樣 現在本來敏感十樣 什麼時候發生呢 就是當你在high risk那段時間 有過敏的時候 就會要更加小心 那我就錄住這麼多 一會兒 它說一個小時後 我就